当时有些耶路撒冷人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 他还在公开讲道 竟然没有人对他说什么 难道官长们真的认为 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可是我们知道 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只是基督来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当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的时候 他大声地说 你们以为认识我 也知道我从哪里来 其实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的 但那差我来的是真实的 你们却不认识他而我认识他 因为我从他那里来 也是他差我来的 于是他们想逮捕他 只是没有人下手 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 当基督来的时候 他所行的神迹 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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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利塞人听见人们 在小声地说耶稣的事情 是 所以他们和祭祀长派一些卫兵去抓了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我要回到那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寻找我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是不能去的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是不能去的 这是什么意思 节气的最后一天 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 从他的腹中 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他这话是指信他的人 要接受圣灵说的 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临 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 群众中有人听了这些话 这个人的确是那个先知 他是米塞亚 米塞亚 不会从家里里出来的 他是米塞亚 圣经上说 圣经上说米塞亚是大卫王的后裔 他出生在伯利衡 大卫王曾经居住的地方 群众因为耶稣的缘故 就起了纷争 他们中间有人想逮捕耶稣 只是没有人下手 差役回到祭祀长和法利塞人那里 他们就问差役 你们为什么没把他带来 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 连你们也受了欺骗吗 官长或法利塞人中间 有谁是信他的呢 至于这群不明白法律的人 他们是可诅咒的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 就是以前来见耶稣的那个嫡母 如果不先听取他人的口供 查清楚这个人所做的事情 我们的律法怎能把他定罪呢 难道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吧 你查考经文就知道 没有限制是从加利利出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